在下人犯可都认罪 大人 我冤枉啊 巨大成招 冤枉 我都快被打死了 贫道有请钦差大人验伤 胡闹 本官这有刘大人移交眷案 此时返口 罪加一等 天斋大人 天斋大老爷 我真的是 走口 问道再答 不然长嘴 犯官 傅常珠 傅常珠在 你有何话可说 无话可说 怎么个无话可说 该说的都说了 全记载问状了 犯官已经化压 说起这官马买卖 你是直官专管 应算是主犯 那么 案卷中 却如此轻描淡写 侦察大人 他与原判刘大人 胡称的那啥 兄弟 有这事 所以重罪才全推到了犯官身上 也是这人 让兵士且将贫道拘棋 然后威逼利诱 他们还装神弄鬼 吓唬贫道 刘大人 他们胡说八道 跪下 我有哥哥虽是顾表兄弟 但已二十年未曾见面 事前 哥哥根本不知犯官是我 如有隐情 我今天也不会跪在堂上了 大胆傅常珠 竟敢咆哮公堂 我问你了吗 我问你了吗 来人 有 众家家齐 一事成见 是 刘大人 得罪得罪啊 国法如此 不得不为 胡大人 请 请请 此案既涉亲属 按律 刘大人理当回避 胡大人 这是要轰我走啊 岂敢 本案如果没有刘大人见证 本官无论如何了断此案 怕是以后都说不清楚 还望刘大人 每次出唐唐厅 以正本官秉公之法 胡大人 本官从未相隐瞒 你可以问问他们 我与我兄弟相认 也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此事 我将奏名圣上 你和傅常住的事 本官 听从皇上出之 来来来来 方才刘易小哥 从里面传出口信 说那几个狗官 正在创供犯案 那钦差 又是刘大人的死对头 看来 这案子对我等不利啊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那我等 就在牙前等候 刘易小哥的消息 如果那钦差 真的为难刘大人 大家就去击骨鸣 冤冤 跟他们上堂对质 绝不能让那几个狗官 犯了这案子 但小怕事的 要走现在就走 老汉我一不拦着 二不笑我 您不我们看成什么人了 这个官司 大家应该共进退 对 大家共进退 好 傅常住 我问你 下跪三人同贩之中 谁的品级最高 犯官的品级最高 涉案官马的四脉 谁的职权最大 犯官职权最大 如此 说你是主犯 你倒是认还是不认 认了 所获赃银几何 千亿共认 接受此事两年有余 所获赃银一千二百余两 一太胡言 会计筹算 两年间 至少出入两万余两 你只承认区区小数 是不是想蒙蔽过关呢 确实到手只有死数啊 这两万余两 从何说起啊 还敢狡辩 不是犯官狡辩 每年从仙户手中买马 再收取的回扣 也就五千两上下 本仙限定 还要从这笔银子中提前 剩下的大头 都要交给上司 住口 你既已承认是本案的主犯 有哪来什么上司 切莫胡乱攀咬 没有上司认可 犯官如何谋夺这份差事啊 再说 犯官接受这份差事 也就两年有余 之前他们一直在做 一切出口 问你再答 尔等够当此事多久了 也就这两年 最值是在傅长柱的受益之后 才这么干呢 对 就两年 傅长柱 你还有何话可说啊 胡大人 胡大人 我插你一句啊 您为什么不问问这道士 他借石马装身弄鬼 这是哪年开始的这个 刘大人 这是教我如何断案 没这个意思 给您提个醒 断案切不可先入为主 刘大人才学出众 能言善辩 本官不敢攀比 唯独这听诵一事 本官自认并不弱于大人 大人早年 出世前朝 也不过高安县城 下官本朝 集安县令 民政律政独当一面 也断过那么几桩 轰动一时的疑难大案 这些想必 刘大人有所耳闻吧 知道知道 说这干嘛 胡大人 给您提个醒 继续继续 你说 两年前 贫道受县令之托 固有石马一说 是啊 那块地原本就是牧场 被刁民们截伙开发 群木所找到地方所要故地 但刁民们拒不退还 又倒是法不择众啊大人 判官也是出于无奈 出此下策 搬出石马 只为安抚民众 推田还木 一立国家 如此一说你倒是个好官啊 不不不 判官还是有罪的 比如探处小吏 比如收手贿赂 胡大人 这刘某又要插一句了 那块梁田可撂荒了三年了 现在在堂上的所有被告 只认梁宰 率先指认梁宰的 却是傅长柱 没错 胡大人 傅长柱到任时间 是有案可查的 不在其位不谋其证 其两年最期可证不误 刘大人 竟然知道不在其位不谋其证 又为何干扰本钦差办案 胡大人这叫什么话呀 知道您断案有私 怎么不许别人说一句呀 说我有私 有何凭据呀 胡大人 如果说一堆人一块说一件事 你就相信的话 那只能说你相信走在前面了 这是断案大计 刘伯文狂妄 目无钦差就是目无皇上 胡大人 管子曰 不为爱人而枉其法 故曰法爱其人 刘伯文欺君往上 本钦差要与你面见皇上 我告诉你 胡卫庸 你敢循私妄罚 我御史才专张弹劾你我 哥哥 莫要因为兄弟 与日狗官斗随 要杀要寡 兄弟担当便是 傅长柱 你竟敢辱骂本官 钦差狗官 你 傅长柱犯罪认罪 自有律法处置 我心该情愿 你这狗官 就因此事羞辱哥哥 你着实给骂 老子就是骂你了 你咋地 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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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住高兄弟 不可思讨皮肉之骨 豪仪对哥哥弟弟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们如何骨肉情深 来 难道都要造反不成 来人 来人 有 唐下何人喧哗 回大人话 一群农民在外击鼓喊鸳 今日暂时休停 下次再审 一群农民在外击鼓喊鸳